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石岳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装饰花朵的编织 下面我们开始 手里无用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2.5毫米的勾针 我们手指绕线环形起针 在圆环里面勾出8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拉一下线头 其中有一根线它是活动的 我们继续再拉活动的这一根 把另一根收紧 找到第一个短针 在上面做引拔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呢,需要编织 短针和辫子针 先勾一个锁针起立 在第一个短针里 勾一个短针 勾五个锁针 继续在第一个短针里 勾出一个短针 五个锁针 再到第二针里 编织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之间呢 用五个锁针来连接 又完成了一组 继续往下勾织 大家可以数一下 一共编织出了16度这样的五辫子 开始编织下一圈 下一圈呢 我们需要把线勾到五辫子中间 用引拔针的方式 好,从这里开始编织 勾一个锁针起立 勾两个短针 这是两个短针 然后空一个五辫子 在下一个五辫子里 编织两个短针 空一针 这一圈勾出来之后呢 一共是16个短针 找到第一个短针 上面做引拔 开始编织下一圈 下一圈呢 是在短针的上面 勾织夹针 还是编织短针和五个辫子 勾一个短针 再勾五个辫子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里 勾出短针 一个短针里面呢 勾出一短针五辫子 一短针 然后再到下一个短针里编织 还是五辫子 过来之后呢 勾织短针 五辫子 短针 又完成了一组 开始下一组 先勾五辫子 勾织到最后 勾出五个锁针 在第一组 短针下面编织 引拔针 开始编织下一圈 下一圈呢 还是要引拔到中间 好 引拔到中间之后呢 还是勾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空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空一针 就是空五个锁针 和刚才这上面的一样 勾完之后呢 大家数一下 一共是十六个短针 一共是十六个短针 这样在第一针里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 把线剪掉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中间 花心 也就是花蕊的地方 好 大家拿出 另一种颜色的线 开始编织花瓣的地方 花瓣的话 需要勾制八个这样的小花片 我们随便 我们先从 就是找一个短针 入针 在这个短针里面呢 连续勾出三个短针 勾一个锁针 起立 反过来 这是来回往返编织 一共勾了三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里面 勾制一个夹针 就是两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里面 还要勾制两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里面呢 勾制一个短针 这样数下来呢 一共是五个短针 继续勾一个锁针 反过来 还要加针 第一针呢 勾一个短针 第二针勾两个短针 就是勾一组加针 就是勾一组加针 后面连续勾制 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二三四五 后面 最后还剩下一个短针呢 勾制一个加针 这样加针全部完成 一共是七个短针 勾一个锁针 反过来 不加不减 编织七个短针 就是对应着每一个针目 勾制短针 勾一个锁针 反过来 开始减针 这是一个辫子呢 我们空过去第一针 这一针呢 不勾 我们到下一针里 勾制短针 后面的全部 勾制短针 这样就减去了一针 短针的起立针呢 就是 短针我们起立针的 那一个辫子呢 它是不算作 一针的 然后勾一个锁针 反过来 空一针 就是第一个短针不勾 直接到第二个短针里 开始编织 这样呢 每勾一行 它就减去了一针 多东西 这一针 就减去 第一针 大人 就是 就是 我们 再 集装 上 头 的时候 可以 的 这一针 可以 还剩了两个短针 勾一个辫子 空一针 直接勾一个短针 这样还剩了一针 就直接结束就可以了 把线剪掉 等会儿呢 我们用勾针呢 把它藏到后面 这就完成了一片这样的花瓣 我们就按照这个勾法呢 需要勾织八片 我们开始编织下一片 下一片呢 需要空一个短针 空一个短针到下一针里 因为16个短针 每两针为一组 先勾三个锁针 先勾三个短针 开始加针 连续勾出两组加针 就是在一个短针里 勾出两个短针 这一行加完针呢 是五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 不加针 继续加针 反过来 第一个短针 正常编织 第二个短针 开始加针 中间勾两个正常的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 勾之一个加针 好 这样加针就完成了 一共有七个短针 后面呢 大家就剪针 勾一个锁针反过来 勾完不加不减的一行之后呢 开始剪针 一直剪到最后还剩下一个短针 直接断线 大家可以参考这一片的编织 然后呢 就是隔一针 勾一个 需要勾之八个 大家自己完成 大家勾完之后呢 藏一下后面的线头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